大家好,这里是火星太阳资讯社,我是Sunnyton 今天下午呢,荣耀发布了全新的荣耀30系列 该系列一共有三款机型 荣耀30,荣耀30pro和荣耀30pro家 而我们通过今日头条拿到手的 则是鉴于中杯和超大杯之间的大杯 荣耀30pro 接下来我们来开箱看看这款产品吧 包装盒采用中规中矩的白色作为底色 幻彩的字体则表明了它的身份 打开包装后,手机本体就静静的躺在那 我们先点按开机,把它放在一边 看看里面有什么 拿开手机的托层,是一张荣耀玩机礼品卡 下面是一块非常厚的纸壳 中间欠着一枚卡针 依照常理,纸壳里面应该有一枚官方保护壳才对 但实际上并没有 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三包屏镇 再下面则是一条USB Type-C转3.5mm耳机转机线 一条USB Type-C数据线 和一枚最高40W的Supercharge充电头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手机本体 点亮屏幕就会发现荣耀30 Pro 采用了一款分辨率为 R340×1080 OLED飞铺屏 不过曲率并没有特别夸张 使用起来不容易出现误触的情况 色彩表现乍一看还是不错的 也没有明显的偏色 内置的屏下指纹识别模块 识别速度也十分迅速 屏幕的左上角有一块药丸形状的开孔 里面装着3200万像素超清加800万像素广角的双自拍镜头 在自拍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切换 也正得益于这样的设计 使得荣耀30 Pro的屏占比来到了92.3% 来到机身背部 可以看到背部的双曲面玻璃 采用了与正面屏幕相同的曲率 前后对称看起来非常和谐 在调色方面 这次荣耀30 Pro并没有做得非常夸张 而是偏向镜面的炫光效果 左侧则是进行了亮面处理的Orner标志 宽度刚好与上方的矩阵式多摄模组相称 看上去不会很突兀 反倒有种潮流感更加年轻化 而这块引人注目的矩阵式多摄模组 采用了4000万像素主摄 加1600万像素广角 加最高50倍超稳长焦镜头组合 以此来满足多种场景的拍摄需求 在硬件配置方面 荣耀30 Pro搭载了麒麟990 5G处理芯片 配合自研超级闪存SFS1.0技术 带来流长度不错的使用体验 而WiFi6加 双卡双Volte VC很冷散热 立体声双扬声器等特性 也让荣耀30 Pro的使用体验更加完善 此外 荣耀30 Pro的电池容量为4000mAh 支持40瓦超级快充技术 能够在电量不足时更快满血回归 整体看来 荣耀30 Pro是一款比较均衡的产品 对于机身的控制也做得比较好 最薄处仅有8.38mm 重量则为185g 相比今年 动不动就突破200g的产品而言 已经可以算偏向轻薄阵力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 荣耀30 Pro的快速开箱上手 如果想要看更多深度体验分享 记得持续关注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